歡迎收看二分之一強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小梁哥 是 我問你 你有心事會不會說 我們是男人好不好 男人 男人是有肩膀的好不好 所以男人有肋不輕談 不輕談 我們不會任意的說出來 是嗎 那我問你喔 如果今天你中了大樂透7億 你會不會告訴你老婆 這還要想嗎 我覺得 好好思考之後再回答 為了台灣婚故界的繁榮 我會讓她繼續做下去 那我問你 如果你中了大樂透喔 中了7億 你會告訴李毅嗎 當然 這種事情怎麼可以告訴她 為了全國世界情的觀眾朋友們 我一定不說 我讓她繼續演 不會說對吧 來 跟你說 噴死她 現在可以噴了嗎 對不對 不是只有亞洲 之前國外做了一個調查 是 有問他們說如果 問美國人說 如果你中了樂透 你會跟另外一半講嗎 高達一半不會輸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請到了我們演藝圈喔 三位喔 她自己有心事 到處跟別人說 但是完全沒有人理會 歡迎我們的女人團 來 歡迎 我看你怎麼介紹這八位型男 男人手口如瓶 有什麼小秘密 也都不會告訴別人 別人跟她借錢 她也不會去要回來 別人在警察局 她馬上去交保 歡迎我們聯合國型男 親人間就該開城布公 可是愛面子的男人 偏偏耍面裝淫漢 有心事都不肯說 像九州大男人夢多 忍痛忍到上醫院開刀 而馬丁 則曾經向女友吐霧相仇 卻換來無情的回應 到底新男們心疏蝦人在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橋 我來第二次請 你身體筋這麼臭啦 開玩笑 沒有 你是佛心來著 有人在這裡把你講到 說你寧願碰樹也不碰老婆 真的 晚上找不到回家的路 年老色衰 我都很難聽的啦 而且我們在猜 如果今天你中了七億 是 你做的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把大安森林公園給買下來 每條面對不完的樹 他會買一座山 是不是 接著你應該會考慮 這一段十九年的婚姻了吧 幹嘛這樣啊 這個事情呢 我只能夠了空想 但是不能把它講出來 不是 鍾萍哥 我們現在要問你 如果你今天中了七億 你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我第一 第一離婚證書 不會 我 應該是先告訴我吧 他會嗎 我 你很掙扎咧 我知道了 應該不是就先把它弄死吧 我先去那個 去跟樹講 樹就不會說出去 因為樹 絕對是守口如瓶的那個人 對 防守秘密 對 十九年了也不容易了 而且每一次彈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想問 鍾萍哥 我今天終於問到你本人 你什麼時候要出新專輯啊 每一次之後這首歌 其實聽得也有點膩了 你知道嗎 其實每年都有出新專輯 不是最紅的只有這一首 而且這一首歌 是結婚前就出了耶 這麼久啊 十九年了 竟然沒有人對他的別首歌 有印象耶 你看到結婚 對這個歌坦的沙發力有多大 怎麼辦啊 有心事都不說啊 我老公非常非常悶 他非常悶 他有心事的話 他會不會只有對你們 但他每次看到樹都笑得這樣 樹我來了 他真的只有對我們 他對 他只要出了家門 他對任何人都會笑臉迎人 可是一進到家門 他心事就會馬上在臉上 鍾萍哥 請問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態 這個就是說呢 就是出去了 你看到 你那個從籠子裡面放風出去 你會很開心嗎 你看到大家就很開心嘛 那回到家呢 其實就是說呢 因為我覺得 家裡是我覺得最安全的地方 老婆是我覺得最親近的人 所以你就要擺臭臉嗎 而且十九年來 而且十九年來 遇到同一個典獄長 你說煩不煩 其實也沒有擺臭臉 我只是不笑而已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非常的好奇 你怎麼可以要出國那麼多天 然後在出國前 你都完全沒有知會你老婆 這個 這個喔 等一下 我們兩個剛剛不是有講嗎 男生了 肩膀了 有肩膀 不然是那個救不了你了不好意思 不是 你這個很難救嘛 這怎麼救啊 是這樣子啦 因為喔 這個跟通極犯是一樣的道理 有誰會說喔 我還在台灣境內 我就跟你報告 不可能嘛 對 我一定是到了第三地了 我確定安全了 我才會報告說 欸 我現在人在哪裡喔 是這樣子的心態嗎 霞哥他到第三地也沒報告啊 他是回來了才這樣 欸五天耶 就是 因為前面的時候我跟他報告的話 就是吵架 那我在想說 既然找吵 玩吵都要吵的話 都是要吵 那看出來就是玩吵嘛 對不對 還有可能掏得過 因為那次是答應朋友 答應朋友 然後朋友的爸爸生日 那朋友就是找我去 那所以變成說 我一直在想說 等待有一些 其實心裡面很掙扎 是 就是說 那因為朋友的面子 一定要去做 但是呢 跟他講的話 他會想說 那你又不是去工作 那你怎麼去 那朋友已經把機票給訂好了 所以我心裡面也在想說 會不會那幾天 有颱風來啦 或怎麼樣 可能就會取消了 那我就可以躲過了 就可以不用跟他吵架了 不要臉喔 結果 結果 我好不容易掰一個理喔 但是我這個了解 對 鍾比哥這個很了解 是 因為我的爸爸也是就是 需要就是 男人的那個一個態度嘛 然後呢 而且我們其實真的 不想吵架 對不對 對 就是和平的 但是呢這個是比不掉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出國已經買好 那個訂好票嘛 而且朋友的面子很重要 對不對 對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只能這樣做啊 對不對 反正有一種 傳到橋頭自然指的感覺啦 對 對 可是這種豁出去的心態就對了 對 因為我那時候心裡面想說 我那時候心裡面想著說 反正兩個小孩都生了 都已經這樣了 那不然你能怎麼樣嗎 所以要再生第二個的時候 要想起 不是 這個感覺不是很好耶 對啊 就是你一直都跟樹說 不跟我們說 那個心情真的就是 越來越會難過 而且 鍾銘哥你真的運氣非常好 你娶到浩然姐當老婆 對啊 你問一下小柔 如果你老公 到外地去 他可能到廈門去五天 四夜 他都沒有告訴你他要出去 而且是收行李 要出門的前幾分鐘 你才知道他要出國 你會怎麼樣 你要把腿打斷 你會怎樣 我只會跟他講說 保重 緣已盡 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了耶 對啊 我算很好對不對 還沒換鑰匙還要回來 不是 所以我就一直 所以你才十九年 所以我一直在講說 浩然姐跟鍾銘哥 他們兩個是真愛 絕配 那如果在你們家 你們會碰到什麼狀況 如果你老公不開心的話 我老公就是一個 從來他遇到 所有事情都不講的人 然後我跟我先生差十二歲 所以基本上呢 我跟他已經不是同輩的了 然後他的工作環境 從頭到尾都是日系教育 所以呢 這十七年的日系教育 叫他一件事情就是 有苦 你要忍住 今天 男兒有淚不清談 所有事情你只要講的就是 No 就算他感冒了 或就算他今天真的是 讓他沒有辦法去執行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都不會告訴我耶 真的會這樣子 而且 我有一次喔 肚子痛 然後超痛 你知道嗎 然後呢 然後呢 真的就是那個 痛到真的不行 而且不是就是像那個的痛 真的很痛 痛到不行 然後那個 那個時候我跟女朋友吵架 然後呢 就是突然 痛到就是知道嗎 滿流汗 然後 但是已經我們吵架嘛 然後女朋友說 你怎麼了還好嗎 沒事啊怎樣 蛤 爽帥 對 雙沒事 然後就真的說不了喔 然後 啊怎麼辦 怎麼辦 然後就一開始說 你怎麼了 我說不用囉嗦 閉嘴 然後我等一下 我去散步一下 去外面 馬上去醫院開刀 人那一刀裡面 那邊那個什麼 腸 盲腸 然後那個醫生說 欸你 男尾炎 反到現在這很嚴重 對 就是那邊就是 就是盲腸炎 小小的可以 開一點點 就可以處理的那一種 但是我忍得差不多快 快六個小時 可是你不知道 六個小時 開始痛到就是忍耐六個小時 你會覺得很奇怪 你就只要講說 Baby我不舒服 就好 不行啊 為什麼 沒有問題是就是 因為那一天我真的非常的不爽 男人的尊嚴沒有在不舒服的 面子有這麼重要嗎 重要 真的很重要 對 而且問題是 那個時候 如果他通常 通常真的那麼痛 我會說 欸爸爸真的很痛 要不要就是被我看醫生 因為這是跟身體有關係的 但是 那一天我們嘲笑得非常的嚴重 嚴重到就是說 就是 不想講什麼 然後就是說 因為我如果自己出門也很奇怪 如果 離開 不是我離開 是你離開 因為那一天不是我的錯 感覺上就是 所以我一定要在家 你知道嗎 一定要撐住 對 要撐住 結果 童童就是臉都白了 你知道嗎 忍久了會爆炸吧 我先生就爆炸了 你知道 就是有一次 就是剛好那天是禮拜天 因為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那天我要去做禮拜 禮拜 所以我就跟我的老公講說 Baby 我今天要去做禮拜 那你自己在家 那你自己在家 就是你自己做早餐 然後我就去做禮拜了 然後呢 我突然那天做完禮拜完 大概是一點半的時間 我就看了我的手機 三通 未接來電 對 三通 好 我打回去 第一通不接 第二通還是不接 然後到我想 我不會再打第三通 我就想他會再打回來 他打回來給我 他口氣是 你在哪裡 我在教會啊 對 做禮拜啊 然後他就說 你在做禮拜 為什麼你不接電話 我說喔 沒有 因為剛好就是 我遇到一個很好的狀況 然後我就開始畫畫了 所以我就沒有接到電話了 是喔 好吧 你畫吧 電話就給我掛掉了 然後我就很緊張 我想說怎麼會這樣 好 但我沒講 我就想說好 我先離開 先把東西弄好 我先生不舒服了 然後我就開始開車 然後開車開車開車 看到一半 我停在路邊要買午餐 要吃的時候 我想說 我再打一通電話給我先生 我再打給他 打了 然後他還是不接 後來他又打回來了 Baby baby 我快回家了 你要吃什麼 不用不用 不用吃 有一個好吃的 反正你慢慢忙 這個最可怕 這個已經聽出來有情緒了 對 這個是最恐怖的 然後他就說你慢慢忙 我就說 我沒有忙啊 我快到家了 你要吃什麼 我不吃 我沒什麼好吃的 他是不是在家裡肚子痛 這個是忍耐的最高境界 已經到了忘我的境界 但其實我真不知道 他要講的東西是什麼 後來呢 我還一直以為 就是很輕鬆的 就是他不想吃東西 對 他只是因為我沒接電話 心情不好 對 我一直以為就是這樣子 我一回到家 門一打開 Baby 我想裝沒事 Baby 我到家了 我買了什麼東西喔 然後他轉過來 喔 我要出門了 出門 然後我就看他 你要出門 你要去哪 我只想出門啊 沒有要去哪 不是為什麼 來囉 不是一通電話就可以 把話好好講 剛好分這麼多段 欸命太短還很 不是 我跟你講 不是這種情況 基本上我們男生常常會碰到 其實他會打 明明知道你去做禮拜 他會打給你一定是有急事 對不對 你跟我先生講的一模一樣 不是嘛 他講的就是 你為什麼不講 明白說清楚 對 沒錯 在那個當下 你為什麼就不講 我們不能說的原因 參與過了 對 我要讓你知道 其實我當初會找你 就是我真的太急 我痔瘡破了 我不能說 痔瘡破了怎麼不好說 我難過 我痔瘡破了 你趕快回來 我多沒面子 可是你就打了電話 那你就不要打 就忍住啊 他就是從頭到尾都沒講完 我就到了家裡 然後全部都弄好了 安撫他了 跟他講了 他從頭到尾就什麼都沒講 要是拿了就出門了 後來 然後一出門之後 他就傳了一個簡訊給我 就傳了一個 保重 我會 不是 外帶進化 我會 不是 我看完 我一 我非常納悶 我非常非常納悶 真的會嚇到 就是 我剛剛只是在教會 我做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你這麼生氣 為什麼你這麼生氣 我也買了你最愛吃的豬排飯 對 為什麼你要這樣氣我 我回到家了 我會跟你講話了 你也看到我了 你東西拿了 你也就出門了 你什麼都沒有跟我講 可是你傳回來 給我一個保重兩個字 我想說是 要分手還是要離別 還是什麼嗎 對 或是他想不開什麼 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傳簡訊給他 他不接 然後打電話 都不回 什麼都不講 什麼都不說 對 你看 我跟你講我真的瘋掉了 我打電話給艾力士 我就說 為什麼我老公怎麼了 他就說 他一定有問題 對 他現在一定是什麼什麼時候 然後就講了一大堆 我難過到我躺在地上 一直哭一直哭 他說 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躺在地上哭 有沙發可以坐 不是 因為太難過了嗎 太舒服 而且我比較好奇是 從你回到家 到他出門 到他沒有回給你 經過多長的時間 差不多兩個小時 那還好啦 還好啦 對不對 我也就覺得還好 有人五天都過了 而且那個人還不會打簡訊 所以我後來呢 他就打了一個保重給我 我也哭完了 我也難過完了 後來到了晚上 我想說他應該就會 打回來電話給我說 沒事了 我就沒事了 什麼的 後來他到晚上還沒打給我 也沒睡覺 後來到了晚上 我要睡覺前 這樣你還睡得著 我睡不著 我就到我睡覺前 我先傳了個簡訊給我老公 我就先傳了一個說 你今天會回來嗎 不是 我是傳說 我到底做錯什麼事情 我願意趕 怎麼那麼可憐 我跟你講當下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都是好好的啊 我想是不是我出了什麼狀況 或是我不好還是什麼 你可以告訴我其實 後來我真的就低聲下氣 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就說我願意趕 我先生回了簡訊給我 他說我現在回家 他一回到家裡 他一坐下來我就說 你回來了 那你要不要吃什麼 那個豬排飯還在 我吃掉了 我就說你肚子餓不好 要不要洗澡 要不要幹什麼 要不要休息一下什麼的 他就說 不用了 沒關係 我會睡覺 他情緒還是很低 很低點的 我就真的忍不住了 我就... 其實我的神經就斷掉了 我就說 你現在到底是想怎樣 我要從他軟的硬的 什麼都不OK 這個才是真正的黃小柔 這就是黃小柔 我跟你講 我前面我就想 我就整整... 你剛剛打說那個簡訊說 你會改做 我差點掉眼淚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我心裡講 媽媽是禁不起這種打擊的 新婚啊 你懂耶 女人結了婚就變了 對 真的 我就這樣想 然後後來我... 你們孩子更變了 後來我真的就腦袋斷掉 我就真的就說 你是想怎樣啊 你知道 分手是不是 還是想什麼 就是一跟二你就講清楚 你不要讓我抓不懂 然後他才跟我講說 沒有 我今天 其實我工作遇到了一個狀況 我說遇到什麼狀況 你就講啊 你幹嘛什麼保重 保什麼東西啊 是不是 然後他就說沒有 因為我今天遇到的一個狀況是 他在我要去教會之前 他滿心期望的一個工作的機會 突然被打槍了 然後打槍完之後呢 他最討厭的人 突然出現在他面前 跟他講了一句 諷刺他的話 我先生就爆炸了 然後他就覺得他所有世界 就變成黑暗了 所以他打電話給我 跟我抱怨這件事情 可是我沒有接電話 你只要告訴我說 因為我不在你身邊 所以你生氣 我還反而會覺得 我立馬衝回家 可是你就弄了一大堆 你什麼都不講 對 看到這麼晚 然後我問你 然後你只給我保重兩個字 我們問一下八位新男們 如果你自己碰到這樣的狀況 你想要請訴的時候 你的另外一半不在你身邊 你的做法會跟小柔老公一樣的 請舉圈不會的請舉叉 不會的請舉叉 你有點主見好不好 你在看什麼 你看人家幹嘛 就你們兩個舉圈 是啊 因為我們是明初的 我們明初的大家都比較聊 誰跟你明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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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因為 就這個攝影棚裡面 只有你們兩個看過講公本的人 對對對 但是我相信潘老師的意見 可能會跟王瑞的處理 還是會比較像 很像 因為我先生跟潘老師是同年 對 我們同年紀 所以我們很了解 其實我們是這樣 我們是 當初我們受的那個教育跟環境裡面 就像是我老爸常常講的 男兒當自強 所有的事情你都要自己扛 你只自己受再大的委屈 你不會講 但是唯一會訴求的那個人 就是你身邊最親的這個人 可能就是我的太太 或者是我的女朋友 或是我的女朋友 對 你要想盡一方法就是 我已經受盡了委屈 我想在那個時間點告訴你 讓你知道 那是因為 你是我唯一能夠寄託的那個人 能夠依靠的 能夠依靠 對 可是我 你知道 我不是說今天我願意打擾你 去做禮拜的時間 我只是告訴你 我在那個點 也許你可能給我一句話 甚至你跟我說 老公你不要急 我等一下就馬上幫你處理 可能在我這一頭 就不會有那麼多事情發生了 你已經錯過那個時間 就錯過了 不要把事情弄得更僵 你們這樣的處理方式 只會讓兩個人更僵 你一件事情 本來是下午就可以處理好 你非得拖到睡覺之前再來處理 經過這八個小時 你不知道會發生 多少不一樣的事情 萬一這個時候 那媽媽產後憂鬱症發生了怎麼辦呢 那個心情不一樣 那個就是說 因為最需要她的時候 她不在旁邊 對 然後那個時候她 其實可能是世界已經是破碎了 對 她想要找到一個 一個 能夠把她從碎片裡面拼起來的 那個人 會很注意她其實在塞性的 對 我老公最常悶過半個月 你那才一天 是 半個月 半個月 半個月我整個都 那你怎麼辦啊 半個月 我前一天 兩天三天四天的時候 我會一直氣 我會覺得說 你到底是怎麼 我是哪邊坐得讓你不爽嗎 所謂的悶半個月 這半個月視你為無形嗎 半個月都不講話 也沒有 然後還睡 我是媽啊 睡在同一張床上喔 啊 然後我前面一個禮拜 我就過得很痛苦 因為我覺得說 這個家的氣氛 到底是怎麼了 氛圍不對了 對 然後我就會一直要問她 可是她就覺得說 我越要問她 她就越不爽 對 為什麼 然後不爽到後面一個禮拜 她就變成說 我也不爽了 那就不要講了 然後十五天一個半個月之後 她突然想通了 她來跟我講話了 那我就覺得說 我已經承受了半個月這樣一個人 那我為什麼這時候 你來跟我講我就要理你 夢多 你很ㄍㄧㄥ的話 你怎麼處理 我連抱怨都不會抱怨 真的 那你會怎麼做 來這裡聊聊看好了 我看看的情況有沒有 因為 還沒講 還沒講話 可以幹得好 來 如果我譬如說 挑戰一個很大的工作 然後是心裡很悶 我會跟你商量 然後就是如果不接電話 我會跟他們兩個一樣 就是我就是生氣 跟你的老公也對 但是 像你的老公的情況下 我連問都不會問 因為 這個工作沒有成功的原因 就是有可能是他自己 所以我不會連 就是發脾氣都不會發脾氣 對 如果今天反過來 你碰到你的女朋友擺臭臉 那你會怎麼樣去解決 我給你講喔 你們女人 真的很無力氣鬧 你好好講 真的啦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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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講 OK 你想想喔 有一次喔 不是有一次 有100次了 例如說好 我就是 剛下班 他一直就臭臉給我看 為什麼 對啊 你做錯了什麼事 沒有沒有 我就是剛好在外面 就是剛工作有關系的電話回來 然後就是他剛好說 欸 寶貝回來 我說等一下等一下 這樣而已 叫電話而已喔 然後就開始抽臉 然後問他說 因為就是 我比較 我就是對女朋友其實蠻貼心的 欸 寶貝怎麼了 欸 你 欸 那個我想喝啤酒 那你沒有手 你自己沒有腳嗎 我說喔 就自己默默地沒有啤酒 然後喝喝喝喝 然後 欸 你 欸 你看 這個節目很好笑 哪有好笑 你的臉猜好笑耶 那也沒有錯啊 喂 欸 我們是團隊 團隊 對的 然後呢 就是一直摸米其妙地發脾氣 後來呢 然後後來說 欸 為什麼 為什麼 然後 欸 怎麼了 怎麼了 他跟我講說 你剛剛在外面 是不是跟女人講電話 What 他不開心那兩個小時 而且我講電話跟我的親戚人 你親戚人是女的嗎 西瓜 喔 是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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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欸 工作耶 有有 他們會Super西瓜的照片 而且是西瓜耶 我知道 欸 有什麼好吵的 但是是女的啊 是女生啊 你已經工作這麼忙 回家你寧可先跟西瓜講電話 也不先正眼看看我 真的 不是 實驗是通告 因為工作很重要 明天做什麼事 明天穿什麼衣服 而且 欸 她也知道我的工作 她也認識西瓜 有什麼好講的啊 對啊 那覺得說你為什麼 可以跟西瓜聊這麼久 也不跟她聊 對啊 哇 你有跟西瓜聊早了 就是朋友才生氣 對不對 我還回去 來 賈斯汀 我想要知道 你如果碰到女生擺臭臉的話 你會怎麼樣 我現在才24歲 好年輕啊 我已經懂 美人是一個無法理解的動物 對 欸 欸 是啊 24歲的確是啊 你去東區看一下 24歲穿這樣的不多喔 好 我跟你講 可以把神奇寶貝穿在身上真的不多 我之前交一個女朋友 白偷臉 我想說 欸 寶貝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一直問她怎麼了 她覺得我很煩 她說你想太多 你不要一直問我這個東西 說好 反正我們沒有繼續下去 我們就分手了 後來我有一個女朋友 我想說 那如果她出什麼事情 如果她不跟我講 我就不問她 然後因為我不問她 後來就說 你為什麼不問我 你不關心我 你不愛我 什麼的 反正我們也分手了 重點就是你跟每一任女朋友都分手 對 後來 後來 沒有 後來就是 她跟你一個人在一起 對 她一樣把那個臭臉啊 臭臉也很臭 對 然後她 我一開始不想問她 然後她就 就不會看我 如果我講話的時候 就會這樣 一直抵頭 不講話 就很難過 然後我到底說 我不知道 Baby到底怎麼了 然後她說 沒事 沒事 我說你確定沒事嗎 沒事 好 我就不問她 再過了幾天 還是一樣的狀況 還不跟我講 還一直低頭 我說 你跟我講一下嘛 你這樣很無聊 你不覺得嗎 你講了這麼長 就是你叫女朋友 都給你臭臉 然後你都不想問 然後最後都分手 然後我就說 你跟我講嘛 你就跟我講 你一直這樣扮你臭臉 她就說 你不懂我耶 我們當然不懂啊 對啊 我看到你穿這樣 我想到 我覺得男生更容易擺臭臉的 有時候會在女生的打扮 他們不喜歡上面 我有一個男朋友就是 我跟他出去都會很給面子的 就是會稍微露個腿啊 或者是稍微就是 有一點洋裝式的 然後男生就會一直擺臭臉 然後我就一直問我男朋友說 你今天不開心嗎 然後他也不想你一直問 就像你剛剛講的一樣 他就會不想你問 可是你到後來 你一直不知道說 原因是什麼 結果後來 原來他就是不喜歡我打扮的 就是讓別的男生會看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那你可以講啊 那你也不講 然後出去的時候 也很不給面子 就一直擺臭臉 所以我覺得男生 才是有話不會講 然後就會擺臭臉 讓女生沒面子的人 你錯 你的錯 哇塞好Man喔 你明明就會愛看 你是好Man喔 你想講什麼 應該你要了解 我們喜歡你裝神 你的另外一半 穿的服裝不得你意 你就會擺臭臉 你都不講清楚了 請舉圈 你明明就舉圈 你為什麼還說你錯 你錯 這個虛偽的傢伙 這個虛偽的日本人 問題是他不了解我 你明明剛才講的就是 你會生氣的 沒有 不是擺臭臉 你誇張 不是啦 我們不會擺臭臉 我們會離他遠一點 對 對不對 我們會盡量離他一條街的距離嗎 不會 但是心裡有一點就是很不爽 但是就是 對 但可以講啊 為什麼要擺臭臉 擺臭臉大家都沒面子 有什麼好處 還好就是 我是一點點擺臭臉而已 那還是擺臭臉啊 因為你想說 溝通無效已經講了好多次 為什麼你還是穿這樣 怎麼會這樣呢 對啊 為什麼 外面天氣不冷嗎 你這搞什麼呢 對 為什麼呢 可是男生有的又覺得 你如果穿太多 我好像又帶出去很沒面子 馬丁你就是會生 你會擺臭臉 對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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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之前在日本生火 所以很了解 就是我的感覺對不對 對 那泰山咧 泰山 我大概也不會擺臭臉 那如果女生擺臭臉的話 你會怎麼處理 一般來說我會問 欸寶貝你究竟怎麼了 然後 那你出來這邊講嘛 可能是同學 一般來說我就是個很貼心很貼心的 愛人 所以我會問 欸寶貝你究竟怎麼了 然後他經常會說 沒有啊 沒有 真的沒什麼事 然後我覺得有一點奇怪 我很明顯的能夠感覺出來 有事情對不對 對 然後他 我就是一直問 欸真的你決定你沒什麼事嗎 他還是沒有沒有 但是我能夠感覺出來他的行為越來越煩 真的越來越煩 所以我說 欸真的你現在要跟我講 你有什麼事 要不然有可能我們之間的關係會越來越煩 對不對 我們會開始發脾氣之類 然後他說 那其實就是 嗯 比如說我從小到大一直都有這個問題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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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果這個問題真的有點太大了的話 我就會覺得 噢噢 將來他可能會變成一個瘋狂小的 所以 首先不要理他了 噢噢 噢噢 好永遠的傢伙 你又不理 就說交朋友的時候都這樣 那以後娶回家還得了 你知道就是這種男人 就是要把像自己一樣 就是有這種 他一直要問你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對 我跟你講女生都是聰明的 他就講了也於事無補 對 講了你們也沒辦法幫我解決 但我覺得你很貼心的問我說 我該講出我心裡面的事情 當我真的很認真的跟你講的時候 對 他就會 噢噢 沒有啊 後悔問 我不知道 會不會有一個狀況小柔 他現在說他一直問你都不講 好如果有一天他問了你講 他又覺得那個沒什麼事 就像賈斯汀這樣子 沒什麼事我會覺得說 他可能可以影響我的心情 然後你就說 寶貝沒什麼事情 你就放輕鬆 Everything's okay 那我就會覺得 嗯那好 可是我最怕就是遇到這種 就是 而且他不講就算 他會在一些蛛絲馬跡裡面 讓你去發現他不開心 我講個例子好了 我以前呢 談戀愛的時候 有遇到一個男朋友 那他是敏感的人 所以他就很認真的說 Baby你什麼事情都跟我講 我都會幫你分擔 他就說好吧 我就把我自己心情不好的事情 告訴他了 講完之後 他就 他那一天當下表現得很好 他說 哎呀 我真的覺得 你是個辛苦的小孩 很多事情啊 我覺得就是 你要好好加油 我一定會在旁邊支持你喔 你要加油喔 哇 Perfect 因為我是單親家庭 就是爸爸媽媽很小就分開了 這件事情是我很 很 每次遇到 比如說 很重要的節日 我會很不開心的事情 然後呢 他就一直問我 問到後來我就告訴他說 沒有 因為我覺得今天是父親節母親節 所以我就很希望就是 可以爸爸媽媽一起吃飯啊 什麼的 突然有一天 他也都是 那一天都沒事 突然有一天 他就 我忘了我講什麼事情 他就突然跟我講說 沒有啊 誰叫你們擔心家庭的小孩 都是這個樣子 哇塞 你知道 當下我就覺得 打他 這個真的是他太白目了 我就會覺得 對 那個不是你的問題 為什麼 不是你平常告訴我說 對 什麼事情都可以告訴你 可是當我告訴你的時候 你又會把 我這件事情把它記錄起來 然後再來告訴我說 我不對 對啊 這個說法是連男生們都不能接受 這個沒辦法 這個人太白目了 他拿你最在意的事來傷你 對啊 我就覺得很莫名其妙啊 他不夠愛你啦 還好你們也分開了啦 也分開了啦 但化仁姐 有沒有過說你在家裡面 或者是你真的碰到事情 你想要對某個人抒發 獲得安慰 但這個人總是用一些說教的道理 在跟你說話 我覺得男生很奇怪 大部分男生跟女生在傾吐心事的時候 女生都會 讓你覺得我是站在你那邊支持你 是 可是當女人跟男人講的時候 男人卻會以自己是長者 前輩 師兄 老公 他吃的眼比你走的路還多 怎麼我吃的眼跟路怎麼比啊 你說對面的王先生嗎 沒錯 你知道我老公是一個非常愛講大道理的 而且他這輩子我覺得他真的上輩子是修佛的 你懂嗎 你跟他師兄來著 對 每次我碰到一些事情 譬如說有時候我們幾個女生出去 可能某個女生講話傷了我 那我當下可能也講了一句話回去 我回到家我會跟他講 我希望得到的就是他說 他怎麼會這樣對你啊 對 這種女生很嚇死 他很過分耶 怎麼會這樣 不要跟他在一起 你是好人 然後我希望得到我老公是這樣 但我老公就會說 你會不會想太多了 而且我跟你講齁 在這個社會上齁 我覺得盡量不要那個 不要得罪小人 你知道小人這種東西得罪好了 其實你知道他在背後 他在背後捅你的話 你怎麼會知道 那你們女生很奇怪 在一起的時候 你們就會好的時候就很好 然後不好的時候又是這樣 對 對不對 你聽了你就算了 你幹嘛去回他那一句呢 你回他那一句 他是不是又記仇了 他記仇了他下次他又想要捅你一刀 那捅了你一刀之後 然後他就會這樣子一直講 而且這個朋友也是你自己去教的 也不是我們教的 對 他就會這樣子 他說你看人都不會看嗎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只不過就講了這麼一兩句 我只要你跟我說 啊 這種朋友下次你就離他遠一點 對 他既然就會講一堆 講到最後變成是我的錯 因為其實我跟你講 我真的是很希望他從每一次的跌倒當中而 得到一些經驗 得到一些經驗 你看 對不對 所以我再希望說你 因為我是很想要跟你說 沒有什麼 你對他錯 但是講這個東西 你會覺得說好像 很敷衍你 不會 我不夠投入 要去 忠明哥後面安卓聽一聽 想回家了 真的嗎 來 我跟你講一下 這個世界上我們做人 就是你想讓他知道 就是 以後你如果說這次跌倒了 你總是知道以後可以避免 好 那請問一下 我請問一下 如果有一天你回來跟我說 昌明哥講了一句什麼話 然後讓你不高興 但是得到我卻說 昌明哥怎麼可能是這種人呢 對不對 對 我這次昌明哥這麼久了對不對 我不會講這樣子 我頂多只是講說 只是意氣 這是兄弟之間的意氣 我頂多只是講說 剛才我打 弘欣二的時候 他為什麼要押我 為什麼不給我哭 我跟你講 女人就是耳根子軟 你下次都先講幾句好聽的話 然後再跟他講道理 女人要的就是你站在我這邊那種感覺 但是 對不起 我要幫中平哥說一句話 六月哥 既不講罰單事件 對 因為出來的社會酒 你總會發現 出來混遲早都要還的 你對別人傷了一句 日後會回到你身上來 對 我老公每次都講這種話 是啊 對不對 我們只是希望以 就是這次發生了 發生了就發生了嘛 就是寧可得罪壞人都不要得罪到小人 因為你不知道誰是小人 我老公也常講這句話 對啊 好適合跟中平哥約下午茶 真的 對 太美好了 你們真的太煩了 我們兩個一起坐這 對啊 約一下嘛 約一下 兩個又不愛繳罰單 又喜歡欠費 中平哥我跟你講 如果哪一天 浩然姐在跟你說 你都不繳罰單 你就說我 我這輩子繳罰單繳過16萬 女生就比如說 因為我之前一個女朋友 她真的非常愛抱怨 那當時我覺得 就是回到家 她講工作的時候 今天就是工作不順利啊 什麼什麼 我都會在聽喔 我都就是忍耐 但是就是她抱怨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多 那我剛才一句話 那不用做啊 她生氣耶 不然咧 要嘛 對啊 要嘛不要嘛 那兩個選擇 難道聽不懂中文嗎 要 不要 yes or no 他也很簡單耶 對不對 你好好講嘛 你扯那麼多幹嘛 本來就是啊 因為 就是有些人 因為那我怎麼安慰 那就是 我跟她一起抱怨嗎 人生 不能一直抱怨 對不對 抱怨有什麼好改變嗎 對不對 我講得沒錯吧 我常常就是跟我老婆聊天 然後有時候她會壓力特別大 就是可能她跟客戶的關係有出了一些什麼問題 然後她會一直跟我抱怨 就是有什麼什麼狀況 然後我聽了一下 嗯 OK 好 啊老婆我跟你怎麼解決 我跟你講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你只有這個這個這個 對 然後就好了啊 然後她會更生氣 她說 我不需要你的建議啦 對 然後她說 你根本不懂女人的心啦 就是什麼 那我今天在想 那為什麼妳要跟我講這個問題呢 對 就只是想分享嘛 因為有些時候 對 就是真的 我們也知道道理是什麼 我們也知道狀況是什麼 對 但因為另外一半 就在外面受了氣 你會只是想說 沒錯 只想聊聊天 講假話 對 你講太多 講太少 也都不對 然後講了 你就會變成老師 你知道嗎 那種感覺很 那我很好奇 如果你們家的男人 回來跟你抱怨 但你覺得那不是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怎麼跟他說 我告訴你 我現在非常演得很好 用演的 以前啦 我就 因為我曾經 因為在這 妹妹我告訴你 你還沒有結婚 對 姐姐告訴你這件事情 她剛剛叫我不要嫁 不要嫁 結婚之後就變了 但是姐姐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有些時候 你還是單身的時候 你可以很有脾氣的說 這有什麼了不起 你想什麼呢 反正你就是去做嘛 要跟不要 就跟夢多一樣 要不要你就講嘛 不然就放棄了 不要講那麼多廢話 然後就沒事了 可是現在結婚不一樣 因為每天要相處 你必須要去 擔待她的情緒 跟她的生活的感覺 對 所以她現在講她心情好 跟不好的時候 你就會 第一 好老婆低一點 學會聆聽 你知道 真的啊 怎麼會這樣 好壞喔 我也好生氣喔 然後講完之後 那男生通常都會 因為你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 男生就會問你說 那你覺得呢 老公我覺得所有的事情 都是你對的 而且我真的覺得 你為了家 做了所有的事情 身為新進老婆 對 我們在隔壁那十九年 她是黃小柔嗎 小柔好好教教那個十九年的 而且你看一下 你剛剛講的所有話 各位觀眾請看我的表情 浩然也這樣 小柔 we love you 她現在結婚幾年 大家都愛你 一年啊 才一年 我一年的時候也是這樣 沒有 我告訴你 浩然聽一下 10年之後她就不會這樣了 真的 我要講個大重點 因為呢 如果今天我老公跟我同樣年紀 我可能 就會是完全不理他 因為我會覺得說 同樣年紀 你有什麼好難過的 可是因為我老公大我很多歲 所以基本上 我對她的感覺 就有點尊敬 那第二點是 你的意思是說 浩然姐不夠尊敬中平哥 我跟你們講 我現在也變了 我每次我老公在跟我講 電視上的樹 在講那個時候 我在玩手機 我也是會回答她 譬如說她說 老婆你看那個樹怎樣 我說對齁 那個樹長好大喔 然後她就說 對啊 那個要怎麼種 是啊 是應該要多一點養分 多敷衍 我覺得那個太重要 小柔是真的專注 對啊 如果是小柔的話 小柔 那電視上那個樹你會怎麼說 我講一個大重點 因為我老公基本上男人 我現在真的發現一件事情 我前幾天在跟我好朋友在講 我就說 為什麼男人總是發 總是發生事情 都是到最後 已經要破到煤燒 整個房子要燒掉的時候 我才會知道 真的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真的 又都藏著不講 是每個男人都這樣嗎 為什麼 我老公是這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 也並沒有 我老公也是這種人 其實有時候我們講出來 你們的反應 真的讓人很火大 為什麼 是真的 是真的 不讓人幫不了忙 而且反而是就是 給我們增加負擔 是的 你講個例子來聽聽看 那我講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剛結婚初期 然後那段時間有之後 就是在處理一些債務的問題 那時候我認為說 我男人嘛 那我要把他扛下來 我就不要跟他講 因為我跟他講了之後 他那段時間就是在顧小孩 那個剛生我兒子 那他也幫不了忙 又會擔心 然後也許還會再跟我鬧 那我就想說 那我這個事情 他都不知道 處理好之後再讓他知道 有方法之後再讓他知道 然後有一次 我就剛好接了一個活動 就全省這樣子跑 跑完之後 有一筆錢幾十萬 然後我就領到了 那領到了 其實呢 我那時候心裡面想說 這個錢就是要去還 那一個部分的 一部分的錢 然後呢 然後 他看到那個錢 他就很開心了 他想說呢 是要交給他 然後 我晚上拿回去給他的之後 就給他拿一下 拿了之後 然後他就說 要聽聽說他給我拿一下 你給他你摸一下就是 那我聽到 他給你拿一下 然後呢 他心裡面就在盤算要買什麼 我跟他說你不能盤算 因為這個東西呢 其實我要去還什麼 我到那一刻 才跟他講 哇 那他整個就 就 就 抓起來 請問眾女神 我覺得今天你要扛下來 你有本事就扛到我不知道 你懂嗎 你既然扛到沒有辦法瞞住我 那你為什麼不早講 他與其他一開始就跟我說 老婆因為什麼事情 那我接下來接的這個東西 這個錢 我是要拿去還的 我可能會生氣一下 但我後來就會覺得 原來是這樣 他什麼都不講 然後他也扛不下來 他把錢交給我 我拿到錢是不是很開心 是啊 然後還沒開心一天 他就說 那個要拿去還某某某 你講我扛不下來 這個是太傷人了 對 你這樣講 真的太不厭了 我剛剛聽了這個我覺得 不是 那你可以就是不要 我也是扛下來了 那你不要讓我知道啊 只是說 我是覺得 有時候我們不想講 就是因為有女人的這種反應 我怎麼說 就是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 像我們這種 就是在異鄉的人嘛 那有時候我們就會 可能有一點孤單 我們可能會想家 或者是可能就是 像說像剛來的時候 就比較沒有什麼朋友 就會有一點難過 然後就 我那時候的女朋友 我就想跟他聊一下嘛 就是分享我的心情嘛 那睡覺前 我就想跟他講這個 他馬上就回我說 那可能台灣不適合你 你自己想辦法 然後就這樣子 但是 等一下 女生們 如果你的男朋友 跟你講說他想家 你會這樣子跟他說嗎 不會 通常會這麼說 就是可能不愛你囉 對啊 所以我就是覺得很誇張 因為會有這種反應 就是一連敷衍都不要敷衍 他不愛你 對 所以分手 我也是遇到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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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家人有關的 你有過 跟家人有關的 因為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也是朋友過 升級寶貝也不要你了 升級寶貝也不要我了 對 然後沒有就是那時候 因為外國人 就不能隨便工作 然後 我的錢 本來是從我的爺爺過來的 但他過世了那時候 然後 妹妹也是做很多壞事 在美國的時候被掛了 他們也要花錢把它拿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當然心情不好 然後我在想辦法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要跟我講嗎 然後我想說 我的女朋友 我很愛她 有一天如果我想要跟她結婚 我就變成一個人對不對 那我就跟她分享 我就跟她講 我那個妹妹的狀況 他說 你妹妹怎麼那麼壞 你小時候沒有跟她好嗎 你沒有好好待她嗎 我說 然後跟她講工作 她說 那你錢那麼少 為什麼不去工作呢 去嫁給英文啊 還是什麼的 你懶惰了是不是 為什麼要這樣 就突然想了 還要被罵就對了 對 要跟你們好好的分享 後來也分手 就被你們罵 後來也分手了嗎 當然有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我這個 我這個必須要講 我想起來這個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有一次 因為我通常不抱怨的人 就都不會不太會講 跟女朋友講 但是有一次 因為我那個時候做演員 演戲的工作做了五六年 然後何不容易拿到一個 就是還滿 算是主角一個 就是一個還滿重要的角色 就對了 我很開心 已經有把她要簽約什麼的 然後呢把她要去拍的 前兩個禮拜 被翻掉 因為就是 剛好跨過年 那時候連絡不上他們 就是剛好就是我的經紀公司 安排別的工作 就卡到 就不能去 很難過 然後我 但是那個時候 女朋友一直問我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就是 為什麼心情不好 我本來很不想講喔 但是對我的話 這個真的很驚訝的事情 好不容易開國 我講說 我的工作就是 一個很重要的角色被翻掉 她跟我講說什麼 知道嗎 那不要做啊 你也是這樣 你不是也這樣 跟人家講嗎 我想說這樣不要做嗎 你選一個 嗨 醫療 你剛剛不是醫療的嗎 她不過就還給你而已 你可以講什麼 你可能 是不是我說的 出來或者遲早都是要黃的 對不對 你看吧 下一題謝謝 我覺得男生有時候的反應 真的才讓女生火大 就是像 我之前有工作的時候 就是很相信的一個好姐妹 然後就把她當好朋友啊 每天就會跟男朋友說 我跟這個女生多好多好怎麼樣 但她在聽的時候 就是一副就有一種覺得 我看你們能好多久的感覺 因為她一直覺得 好像我跟這個女生好 到有點跟她少相處了 然後到 我有一次跟這個女生真的吵架 那這個女生 背後就是捅了我一刀 然後回去你一定會想說 是自己的男朋友啊 再怎麼樣 她應該都會安慰你 挺你一下 結果回去跟她說呢 她就跟我講說 誰叫你要那麼相信她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講了什麼 反而她在補更多刀上來 最後諸葛 在扯一腿 對 然後沒有要 沒有要聆聽的意思 也沒有要安慰的意思 所以有時候你說 男生說 女生講了之後的反應 你們不接受 你們男生有時候的反應 也很白目啊 是不是 那小柔你呢 因為剛剛都是講說 你老公跟你抱怨了你的反應 如果你再跟你老公講事情 她的反應會是什麼 一開始呢 我在跟她講的時候 好承重 這個婚姻有點承重 不是她都會覺得 這些事情都是小事啦 因為其實男生跟女生的世界 本來就是火星跟金星的事情 她都會 她一開始 她就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為了這些事情而不開心 人生這麼多開心的事情 你為什麼總是要為了這麼一點點小小的事情 但她常常會因為我在生氣的時候 而反而跟我生氣 這是我在生氣的狀況喔 最後我跟她講完 她反而來教訓我說 為什麼你老是要為了這些事情而生氣 我上次那件事情 為什麼你就可以當沒事 然後她就會告訴你說 人生 你到底懂不懂什麼的重要性是 這個重要性是 你到底能不能清楚說 哪一個東西是重要 哪一個東西是不重要的 被她唸一次 我就閉嘴不講 這樣子 好有壓力喔 大家 是啊 沒辦法 因為我會覺得 都試著溝通過了 所以夫妻有時候結婚久 就會選擇性的講 我現在就很好奇 你不會每件事情都講 對 男人們 你們會什麼事情選擇 不告訴另外一半 對 夢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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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不是被車撞住幹嘛的 我是想說為什麼他突然不見 因為新聞沒有報 不是這個時候只能安慰自己 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就算了 Let it go 突然有一天他出現了 大家也消以大意 就是讓他皺下來就說 為什麼突然也不見了 他就告訴我他的心事 他所有一整年 他在委屈求全的所有的事情 跟我關係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他所有的事情 就是跟孟多雅他什麼都不講 他這半年就在處理這些事情 可是我就會覺得 那我們跟他交往 他有一點奇怪的點 就是我的話 如果不見跟分手差不多 我會跟你分手 先跟你分手 那一樣啊 為什麼 為什麼不講 不能講啊 為什麼不能講 就不能講嘛 他都覺得他的面子重要 他寧可在你面前 結束這段感覺 他都不要讓你看到他失落 好偉大 最後我跟我這一任的男朋友講 我就說我很希望你下一次 你遇到你的女朋友 或是你另外一半的時候 你可以好好的講出你的心情的原因 是因為人生是一輩子 孟多以前的那種教育 就是在忍在忍 然後上面衝那個瀑布的水 一直衝一衝 所以他現在就是一直是在練習這樣子 你會有一天會忍出毛病的 我來看一下 兩位美國人都寫一模一樣 失業 在美國失業是很不好說的一件事嗎 對 對 對 我覺得就是在美國 失業是一個很大的羞恥 對不對 Trude 所以比如說我在美國 我被強烈 我不會跟我老婆說 我還是一樣會就是穿那個領帶之類的 穿西裝去上班嗎 對對 對 然後我就會出門 然後我就會自己找工作 對不對 然後我找到新的工作的時候 我覺得每個人就會這樣子做 只是他們會說 哦 老婆我最近还了工作 就这样子 她不会说出来她被灭 真的吗 那如果中间有很久都没有工作怎么办 我没有想过这个演 美国人常常这样子 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个就是疾病 就是比如说生病 得了肺癌 她不会跟老婆讲 她会自己去那个做治疗 连在美国有一个节目叫Breaking Bad 你知道Breaking Bad吗 她得了肺癌 然后她直接去医院 对 然后她找到别的方式赚钱 这样子 他们那边是穿好衣服然后去麦当劳 我们这边是 因为我们很多是 没有麦当劳 我没有麦当劳 去Starbucks 麦当劳太贵了 我跟你讲 因为我爸他去上班会穿那个迷彩 麦当劳还太贵 那你真的没有地方去咯 我跟你讲 我们那边 因为我爸爸上班是穿那个迷彩的衣服 对不对 他穿好要出门 等妈妈离开 他回来去打链 对 做生理一整天 真的不用花钱 真的不用花钱 对 有时候还可以带一只猎物回来吃饭 对 但是我们那边 也是实业 因为最近美国很流行那个Lay off 就是 裁员 裁员 对对对 然后 因为现在很流行 然后你就会觉得 就 你被Lay off 你就很难遭到另外一个工作 对 要等非常久 然后就会有点没面子 但是我们会跟家人讲 但是还是会感觉对不起他们 真的 马丁呢 家人的看法 我们在瑞典 我们比较就不会管你的家人 就是长辈 因为我发现很多台湾人 他们都会在意 在乎 你对方的家人 然后他们怎么看你 然后你对方怎么看你家人 就是跟长辈就有这种关系 但是我好奇是瑞典 你们的生活方式是跟家人 有很紧密的相处吗 没有 那就对了 因为台湾不是 台湾是跟彼此的家人很紧密的相处 你相处多了 摩擦自然就多啊 对 因为我们就是18岁就离开家 然后就是 会偶尔联络这样子 可是也不是很紧密的那种 所以我们平常都不会聊到 比如说如果我妹妹交一个男朋友 那我们也不会叫她 我们对她男朋友的印象或什么 我们不会告诉她 我们觉得她怎么样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你妹的男朋友 你也不会说 不会 我家那边我爸 他之前拿了一把枪对她说 你不要再来 我不欢迎你在这个地方 对 我不再欢迎你 但是大为很可爱 喝酒 薪水 前女友 都不能说 这是一个橘子吗 喝酒 薪水 前女友 对 我们有很多东西 不能跟我们一般的人说的 像喝酒是跟朋友一起喝酒的 像如果你去跟朋友一起喝酒 然后女朋友跟你打电话 他们说你在哪里 你会说 因为我妈妈生病了 所以我来看我妈妈 所以我不能出去的 我是会说我的装饰坏掉了 所以我不能 我在外面 所以都不能说我们再跟朋友们喝酒 因为女生会很生气 是你跟那个我不喜欢你的朋友们去喝酒 然后他们可能会跟你说 你要去看这个女生这样这样 他们都会很担心的 这压力也太大 好多事情不能说 像我们是选择性的报告 比如说他可能不喜欢我跟潘老师出 你都选择性的报告出来 不是 如果比如说他不喜欢跟我跟潘老师出去 我们会说 我是跟钟平哥 你看钟平哥圈内最忠厚老师的 我跟他出去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是跳过这样报告的 所以潘老师 是不是小兰哥结了婚之后再也没跟你出去过 也对 不是 小兰哥 举例而已 举例 举例而已 那我们生日都还一起过的 我们生日同月同日 我们是每天 对 这一集的东西 其实对于射手座来讲 今天真的是有天远之别 射手座是藏不住心事的 我们是会说的那一句 可是你就写了 对于感情的事你不能说 你什么都可以说 对于感情的事你千万不能说 我认同 现在的情况就是 你不用我说已经很多人都会说 不是花花世界吗 对 所以说其实我跟你讲 看花花 男生千万要记得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明白 永远不要在你的另外一半 男朋友也好 老婆也好 讲你以前过去的所有的那些感情事情 他永远会记在心里面 女生的心是那种 对了 很细腻 我们就是有碰过这种很多他会怎么样 他就是因为 你讲了这些东西之后呢 他就会记起来 当他跟你发生任何冲突的时候 他就开始把你这些事情拿出来讲 对 为什么你对他可以这样 你对我就不能这样 那是什么的就开始了 因为我之前小一点的时候 谈恋爱其实也蛮白目的 就会常常跟 跟男朋友讲到前男友的事 然后就讲讲讲 然后后来 男朋友就生气说 你要讲 你们发生这么多事 你要不要干脆去出书啊 然后后来就意识到 好像会造成感情你的裂痕 对 我现在也觉得这事不能讲 绝对 感情事情绝口不谈 相信我 所有的天下的男人 你记好 不要跟另外一半讲过你 过去另外一个 他现在在你面前就是最棒的 后面泰山也认同你 对 我们在比利时 经常不会跟另一半 分享一些关于感情的东西 特别是像巴拉乖的那一个 跟以前的女朋友相关的东西 因为我们比利时人 经常会吃醋的 其实 对 比如说我遇到过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我就是跟一位女生在一起 然后 她看到另一个女生的照片 在Facebook看到她的照片的时候 她会骂她是个妓女 或者没什么风格之类 然后觉得 讲这么严重的话 对对对 真的她真的有对她 有一点 好像她有一点吃她的醋 那原来 她骂的女生就是我以前的女朋友 钟铭哥写的这两个字 我真的太讶异了 连这两个字都不能跟老板 连我们都讶异 到底有什么可以 到底有什么可以讲的 来 钟铭哥 你把这个牌子显现出来 真的吗 连我们都很讶异 你就是显现出来 我就不懂了 快点 梦想不能讲 那到底能讲什么 那你们干嘛在一起 是啊 是共主梦想 因为有时候我只会跟她讲说 你知道吗 那个山上那个风景好漂亮 然后你知道那边有个小屋 然后我们可以 24小时我们都可以在一起 然后就是像那种自给自足的生活 这样子 那个有时候只是想而已 你想 然后你会觉得说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在都市里面 我们会被工作被一些财物什么东西宰制了 然后你会变成说 你其实你很爱你的家人 你觉得你可以跟家人相处的时间是不多 但是呢 你必须要去努力工作 然后你的小孩必须为他的未来 要努力的念书 然后 其实互在一起的时间 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少 很少 那个有时候只是一个梦想 梦想 然后你只是想要跟她分享一下 就是 也许你会 但是你想说你讲出来之后 她的反应就是在那边发手机 哦 这样子 你几岁了 你 不是 我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会排斥听她的梦想 因为当你婚姻这十年来 你每天看到的电视 十九年 我们家电视 永远都是在看那种什么 Discovery 对 要不然就是什么丛林 什么自己在 自己 对 要不然要自己盖房子 然后你家里的每一本书都是原意 然后你家的每一个房间 都堆满了木头跟工具 然后你跟她去任何地方喝咖啡 她都会告诉你说 这一棵树几年生 要怎么过种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就是你的人生中 已经全部都是这个的时候 还在听她的梦想的时候 你就会很排斥 可是现在你还是艺人 你可能下下个月你要出片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像她常常就是有时候 每一条裤子都是油漆 每一件衣服都有草 你不是要出片当歌手 你是不是应该现在的工作 你先把它弄好 她就走那种style唱歌给树听 不然我们怎么会不知道 她每一年都出去找 她想盖一个诺阳方舟 以后她用得到 大家都用得到 我们到时候还要感谢她 你知道吗 会不会是要走马修连恩的路线 但是马修连恩 我们最起码知道 她们每一年都有在出串集 我们不知道终品歌有出 来我们问一下所有的型男 你们觉得哪一个国家的女生 最爱追问你不想说的事 马丁写这么快韩国 不要这样子各位 各位型男们 你们有四位写台湾 是因为你们都搭在台湾吧 避重就轻 我们先看韩国好了 这个就是因为我以前的一个同学 我让她代表所有的韩国人 你好生气 到现在还在生气 因为那个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就是我有女朋友 她是我同学 她还是通常说会问我一些 如果你女朋友劈腿你要怎么办 如果你爱上别人 你会怎么做 她会不会是在暗示你的女朋友 我不知道 可是因为她都没有放电 没有特别 她就是很 就是开心的 如果你女朋友劈腿你怎么办 好烦喔 然后就是一直问这种的奇怪的问题 那我就是一些如果会发现的 或一些那种问题 那我就说 这个怎么回答 我也不想回答 后面三位都写台湾的三位男生 都碰到同样的问题 他们的女朋友都很爱问她说 你现在在想什么 对 对 三个有志一同 真的是discovery 真的没办法 对 你们三个女朋友会不会是同一个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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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如果你们听到这句话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会觉得烦 我觉得非常反 我觉得非常反 我遇过超多的女生 因为在美国有遇过墨西哥 有从非洲 是从欧洲 是从亚洲 日本 韩国等等 但是我觉得台湾女生很特别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开车 然后打个红绿灯 然后我跟一个台湾女生在一起 然后她就转身 看我眼睛 然后她就跟我说 Andreux 你在想什么 我就吓坏了 为什么要突然有那么 那么私人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真的吗 重点是你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已经等了红绿灯 对啊 我不知道我怎么回答 你突然 因为我一辈子 连我妈妈没有问过我 Andreux 你在想什么 你在想什么 真的 那你就回答她说我在想你 就好了 没有啊 因为她说我在等绿灯啊 我在 我在想 我在等绿灯嘛 我在发呆 我好像蛮常问我老公说 你在想什么 为什么 不知道 我就是个语助词 想要填 你们在什么样的状况 开车 他刚才讲开车 对 开车 我老公在开车的时候 比如开开开开 我们聊天聊聊聊 聊到一个很开心的状态 哈哈哈哈 然后他可能回去开车 开到差不多20秒30秒 他没有再回应我任何事情 我就说 欸 宝贝你还好吗 你在想什么 我就会问他 就是你会想要 但我就是语助词 我真的不知道 你想想什么 不是 你们女生最喜欢 新婚 新婚都会想出 你在想什么 结婚19年之后就会说 你在干什么 对 你现在要干嘛 没事就问你动不动说 你现在要干嘛 我没有 我有时候也会问你在想什么 因为我知道你都在想树木啊 我就不问啦 我发现就是 台湾女生就是喜欢听 八卦 跟喜欢你在想什么 那就是喜欢听你讲东西 对 然后 所以后来我就学会一个 让女生更被你吸引的 吸引的造势 就是你要跟她讲任何事情 不管你在想什么 讲到四分之一的 不再讲 我说啊 我讲错了 没关系 外面跟你讲 她会受不了 我说不是 你赶快跟我讲啊 你在想什么 就是你不能掉她胃口 你现在不跟我讲 你不能讲一半啊 这几天都不跟你讲话 你不能掉她胃口 这不是台湾女生的问题 我告诉你 假释力 对 然后比如说有一天 我知道我那个女生 她早上要工作 所以她很忙 但我早上刚好有空 我想要打给她 她不接 她说啊 可能在忙 然后我就有一个简讯 她说 我昨天梦到一个很夸张的东西 你也有在 就讲到这样的话 我说你有空再说 你好烦 你有幼稚 真的 真的 我跟你讲 我不想要听你讲 好讨厌喔 这个真的很讨厌 是不是 不到三十秒 手机 喂 你说 她第一句话 你说 就想要听耶 你好讨厌喔 哪有话讲一半啊 谁都想听好不好 她根本在享受这个过程 你是不是很爱问 你现在在想什么的女生 是比较没有安全感的 所以她不能忍受 你们两个在同一个时空当中 可能有二十秒钟 三十秒钟 都是安静的过程 我觉得台湾女生一恋爱 她就把对方视为她的权势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 取决男生的态度嘛 对不对 小梁哥 对啊 而且她已经鼓起勇气要跟你讲了 就是希望得到你的倾听 还有你的回应嘛 对不对 倾听很重要 那所以说 是不是呢 就是说先把她的情绪处理好 再跟她来讲对错嘛 对 但是有的时候 林北还是忍不住 对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 谢谢 我们二分之一场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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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